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破案的沙特主帅正式谈判 揭穿国足批评真相 球迷表示太意外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国足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在近期进行的一场 四日赛的比赛中 国足 1比1 占品的沙特队 很多国内的球迷 还是感到比较的满意 虽然说了 国足已经提前 无揽军军世界兵 但是呢 能够 与强大的沙特队占品呢 球迷们还是能够接手的 那么现在啊 国足在十二场赛中的 整体成绩 是一胜三品五负 那么还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 就是对阵阿曼队 那么提到啊 本场国足对阵 沙特队的比赛啊 国足还是有一些亮点 比如说林青 球员了居成杰的表现 帮大家引擎营亮 那么另外啊 就是本场比赛 在失去规划球连加持的情况下 国足对然能够咬紧牙关了 凭到最后 成功逼平沙特队 说明了国足还是迎来了一些改变 那么在赛后呢 很多球迷啊 对于国足啊 大肆战争 感觉了国足重新崛起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这也有一点啊 太夸张了 那么本场比赛 国足能够逼平沙特队啊 除了国足队员的努力拼补之外啊 其实也对手的一些情况啊 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沙特队局帅接受采访啊 也是正式摊牌啊 总结了本场比赛 那么沙特队局帅认为啊 本场比赛 在他看来啊 更像是一场啊 友谊赛 因为本场比赛 沙特队的队员呢 没有踢去百分之百的能力 按照整体实力来看的话 沙特队球员呢 在场上面呢 占据了绝对的举动船 船场比赛啊 国足想要获得一次赦门的机会 都非常的精难 尤其呢 球船大多数时候啊 都控制在沙特队脚下 那么最终呢 国足啊 凭借着顶球 成功啊 拿到了一个机份 那么在赛后 国足举帅 李肖鹏指导 也明确表示啊 本场比赛 能够拿到一个机份啊 也有一些 信任的成分在里面 可以看出啊 李肖鹏指导 还是非常的清醒 知道啊 两支球队啊 有一定的实力差距 虽然说 逼平了沙特队 但并不代表 国足已经重新崛起 那么在 这个赛后啊 沙特队举帅 通过了 对比赛的总结啊 也是 揭穿的啊 逼平的一个真相 那就是啊 沙特队的球员 本场比赛啊 并没有 打出啊 全部的实力 那么为什么 沙特队 球员会 这个阶神不够集中呢 没有拿去 全部的实力呢 主要啊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 沙特队在本场比赛之前啊 已经提前 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 因此本场比赛的 胜负啊 并不会 关乎到啊 沙特队能否进入 这个世界杯 因此啊 球员们呢 可能 有所放松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本场比赛 才用空场比赛 那么因此啊 没有球迷的加油 诸位生呢 感觉了没有太大的动力 那么整场比赛啊 沙特队 替得非常的放松 感觉了 在场上啊 在享受比赛 并没有说 拿去啊 全部的动力啊 去冲击比赛 当然了 对于沙特队的 局帅言论呢 我还是保留 还是持保留意见 每个人 对这场比赛啊 都有自己的看法 那么对于沙特队 局帅的言论 以及啊 赛后的摊牌总结啊 很多球迷也表示啊 很意外 那么另外呢 对于国足本场比赛啊 在极为被动的局面下 能够啊 逼平强大的沙特队 球迷们呢 既感到惊喜 也感到意外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 国足能够迎续啊 本场比赛的 良好势头 在最后一场迎战 阿曼队的比赛啊 能够继续 给球迷带来更大的惊喜 大家认为呢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